近日,广西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推出暖心晒被服务 未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返校的学生晒被子 服务推出首日,第一批申请晒被服务的学生超1000人 4月27日,柳州阳光明媚 该校宿管员拿着前一天晚上超好的学生申请名单 前往学生宿舍取被子,再将他们拿到太阳下晾晒 负责晒被子的宿管阿姨们 楼上楼下往返十几趟后 两百多床被子,便挂满宿舍的阳台 楼下的服务杆,及操场边上的健身器材 它发到短期,我们就把它盘上本子上 这样的,上边了就可以到宿舍去帮同学拿被子来晒 一天也有多,也有20多个,不等的 反正有些也是老师送过来 有一些在宿舍的那个阳台,太阳照到的也晒 昨天一个人20多床,也昨天晒了两百多 六楼反正是有十多个同学晒这个法师十多次 为学生晒被子,能一定程度杀灭细菌 减少学生因生病导致抵抗力下降的可能性 同时,为避免收回时被子放错位置 被子上还贴有专属标签 写着对应的宿舍区,寝室号,床位号等信息 除了被子,学生还会发来晒玩偶,晒抱枕的请求 宿管阿姨也来者不拒,将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据该校党委书记范丽莎介绍 学生要提前打电话或发短信给辅导员、宿管员进行预约 截止目前,已经有超1500名学生进行申请 每天只要天气好 宿管员们就把写了申请的学生被子拿出来晾晒 此外,学校还为即将返校的学生配置好各项消毒措施 每个宿舍我们都配备了免洗的消毒液 还有为学生去快递 我们都会在他去快递里头都有很多的消毒措施 为学生的宿舍消杀 他们来了以后,回来以后,我们的学生食堂也会保证 现在疫情期间,有些食材是涨价了 但是我们已经跟食堂都做好了沟通 所有的这些饭菜,我们都不会涨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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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